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Unit2频道 如果大家在Windows上误散了数据 应该要怎么让支援回收桶就回呢? 我们会在本次的影片里 教大家三种支援回收桶就回的方法 这边分成两种类别 如果你只是一般的删除 那么不用太担心你的资料 因为你可以直接打开支援回收桶 找到你误散的资料后 对其点击右键 点击还原 那么就成功将一般删除的支援回收桶就回了 但还有另一种比较糟糕的类别 就是你已经删除了一段时间了 资料已经在支援回收桶里被自动永久删除了 甚至是手动永久删除 而且你还没有备份过那个数据 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呢? 你可以尝试使用Unit2 I'm finding 这款工具可以帮助你找回电脑物上的资料 比如将支援回收桶就回 甚至是iPhone上户删资料 也能用这款工具帮你救回资料哦 下载打开后 点击上方的电脑资料就源 这边选择支援回收桶 然后点扫描 这边就会开始扫描 你支援回收桶里永久删除的资料了 扫描完成后 根据分类寻找你物上的资料 找到后勾选起来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复原按钮 那么就成功将物上的资料 从支援回收桶就回了 如果你有备份过Windows电脑 那么有另一种方法 可以帮你把支援回收桶就回来 但是成功的几率很低 首先来到你物上档案的资料夹 然后对齐点击右键 选择内容 如果是Windows 11 也可以点击上方的三个点 点击内容 这边选择以前的版本 如果你有备份过电脑 或者使用了记录还原点 档案历程记录之类的 就难在这边找到你备份时的资料夹了 将其还原到那个时候 就能把资料都据回来了 但是能找到的几率很低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资源回收桶就回的方法了 一般来说如果只是常规删除 那么是可以直接进入 资源回收桶 将其救援回来的 但如果你执行了永久删除 或者是删除了一段时间 已经被自动永久删除了 那么你可以尝试使用 Unitube iFindit 这款工具可以帮助你 扫描电脑上所有物上的资料 而且除了扫描资源回收桶 你还可以扫描你物上资料的资料夹 这样也可以帮你找回资料哦 那么本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大家拜拜